美国自找自演的自由航行秀。 绝不动摇中国捍卫南海的决心。 美国再三对中国在南海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说三道四,而且高烧不退。 美国之音11号发自台北的消息称,中国在南海部署飞弹意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。 此前,美国环球电视台CNBC于三日报道,中国最近在南沙群岛上的永属胶、主币胶和美济胶部署了反舰巡航飞弹和地对空飞弹, 中国将能够将其影响扩大到数千英里以南,并将力量伸入到大洋洲。 美国环球电视台CNBC于四日再次报道称,中国的军事化使该地区相关国家和世界各国感到震惊。 白宫新闻秘书沙拉桑德斯称,中国把南海岛礁建成不可移动的航母,为此要承担后果。 美国之音报道称,中国对大约90%的南中国海海域有主权声索,反对美国海军的舰支通过,自从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以来,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六次自由航行使命,美国政府认为南海是国际自由航行水域。 文章引用台湾淡江大学的黄介正教授说,美国对在南海的航行现在可能要三思而行,因为中国或许会用飞弹阻射美国的自由航行使命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击美国人的狂妄指责称,在中国境内部署必要的国防设施,是主权国家强有的当然权利,敦促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,反思自身的错误做法。 如何看? 美国在关岛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共有400多个军事基地,30万大军,意在包围住中国,阻止中国冲出第一岛链。 中国没有说美国挑战中国,美国人却说中国在三个人公道部署几件武器是在挑战美国,典型的草木皆兵,卑躬蛇影。 中国在中国在自己的岛上准备几根打狗棍,是看门保家的,与万里之外的美国何干?如此推理,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器也威胁了中国。 美国人的观点是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。 台湾把南海送给生锁国,中叶岛送给了菲律宾,钓鱼岛送给了日本,还要让美国在台湾驻军。 台湾专家居然说出中国在南海部署飞弹意在挑战美国,只能说,这种人是美日的孝子贤孙,是丧权辱国的汉奸。 不搞军事建设的前提是不受威胁和挑衅。 中国南海主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国的践踏,中国不得不需要自我防卫,这是合情合理的。 重瓜得瓜,这是美军进十二海里挑衅得到的结果。 美国除了搞个自由航行做作秀,其实拿中国没任何办法。 中国在南海基本上是站稳了脚跟。 其实本来中国就没打算封锁南海的航行,美国人自己演戏而已。 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捍卫主权的任何决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